一 八百五十二集 满眼疲惫的张欣欣 艰难地站起身来 望向张凡 郑重地说道 张先生 谢谢你 说着 又冲着张凡 深深地鞠了一躬 但这一躬还没鞠完呢 他身子就是一软 如果不是秦玉莲 即使把他扶住 他应该就要倒在地面上了 张欣欣没什么大事了 金瓜已经走了 所以他身体有些虚弱 张凡直指张欣欣 又望向秦玉莲 秦玉莲听后 点了点头 这事情已经办完了 我们呢 也就不继续逗留 你好好照顾他吧 张凡说吧 便带着林清凌转身走了 两人走了五步 秦玉莲忽然又说 张先生 您方便把您的手机号码留下吗 张凡连身子都没蹲 更没有回头 只见他仰起手来 一边摆动着 一边开口道 不用了 今天的事情都是缘分 如果咱们真的有缘呢 还会再见呢 此时 张凡已经到了门口 打开门以后 和林清凌一起出了房间 走出房间之后 林清凡看了一眼张凡 他心底 生出了一股莫名的兴奋 脸上 却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你笑什么呀 没什么 林清凡摆了摆手 两人走出酒店 找了一家餐厅 吃了一顿饭 之后 便一起跑去逛商场了 夏天已经过去 如今已经是秋天 林清凡已经穿上了长袖 不过 张凡却还没有 他知道张凡没有秋天的衣服 便给张凡 也挑选了几身 他主动要为张凡付钱 但是却被张凡给拒绝了 张凡现在并不缺钱 除了做法师赚的钱之外 他每个月 还有两万块钱的工资呢 两人逛完街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所以 两人又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吃完晚饭 林清凡把张凡送回学校 他自己也开车回家了 张凡回到寝室的时候 正看到方浩明和黄庆云 在吃着晚饭的 见到张凡回来 都主动地 跟张凡打起了招呼 凡哥 我看那小猴子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是 我发现他的眼睛没什么灵性 是不是还要等几天 他的视力才能恢复啊 方浩明看了眼阳台上面 笼子里面的神猴 黄庆云也接了一句 凡哥 我也发现了跟浩明一样的问题啊 张凡看了眼两人 叹息了一声 从表面来看 我把神猴的眼睛修复好了 可其实并没有 我没有完成第三步的练花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练花 听到张凡的话 方浩明和黄庆云互相对视一眼 两人都知道 张凡为了把神猴复明 是付出了很多的 黄庆云急忙冲张凡安慰 凡哥 咱们经验尚浅 不知道该怎么练花 这很正常 但是 以你的天赋 早晚会掌握这门手艺 你放心好了 小猴子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可以复明的 对 胖子说的没错 凡哥 你放心好了 请你们起言 张凡笑了笑 便躺到床上 今天走的地方有些多 张凡呢 也是有些累了 黄庆云和方浩明吃完了饭 便玩起电脑了 在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张凡刚刚要睡觉 便听到方浩明大喊了一声 凡哥凡哥 你快起来啊 你上新闻了 方浩明的声音很大 一下子就把张凡给惊醒了 他睁开了轻松的睡眼 缓缓起身 把目光投向了方浩明帝国的电脑屏幕 电脑屏幕打开的界面 是娱乐八卦的新闻 这八卦新闻的题目十分的醒目 是这么几个大字 神秘男子在当红花旦张欣欣的房间停留超过一个小时 随后张凡把这个所谓的新闻阅读了一遍 新闻把它描述成了平山市某个大老板家的公子哥 还说他对于张欣欣是一致千金 方才把张欣欣给告到手的 并且还附上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呢 正是张凡进入张欣欣的房间 和从张欣欣房间里面走出来的那两张照片 他本是和林清玲一起进一起出的 但是照片里面却并没有林清玲的身影 很显然 这些狗仔拍完了照片 把林清玲给故意辟掉了 现在这些狗仔为了吸引人的眼球 可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啊 不过幸运的是 因为距离比较远 张凡的脸并不能看得很清楚 不然的话 张凡可就是真的在平山出名了 这就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凡哥 你今天桃花运不错啊 黄金云凑在张凡面前 黑黑笑道 你在人家房间里面停留超过一个小时 你干嘛了啊 方浩铭看向张凡的眼神里 也是带着一抹期待 张凡不由白了他们两人一眼 别听他们胡扯 我和林清玲一起去的 他们把林清玲给辟掉了 故意造谣声势呢 好吧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黄金云那张八卦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失落 张凡看着新闻眉头紧皱 张凡没想到 这些个狗仔这么无量 连辟图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之前 他以为不会给张欣欣带来什么麻烦 所以 才没让清玲莲制止 但现在看来 照片如果再继续扩散 一定会给张欣欣带来麻烦 必须得及时制止才行 张凡思索了一会儿 想到了于氏集团的于山 于山和他是同龄人 具有商业思维 他很可能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给消除掉 于是张凡掏出手机来 拨通了于山的电话 喂 张先生你好啊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 话筒里传出了于山恭敬的声音 于山 有点事我想请你帮忙 张先生 有什么事您说 您对我们一家可是有大恩的 只要我于山能做到 我一定竭尽全力 于山的话十分痛快 当下 张凡被把整件事情 向于山说了一遍 听完张凡的讲述 于山经过了短暂的思索之后 对张凡说 张先生您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把 对于您和张欣欣的影响 给消除掉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